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1652集 预故 走出了七步后,王林忽然回头,摇摇看了一眼远处,那个方向距离很远之处的海面,是那三杆大旗所在,是那女子所在。 那女子此刻身子一颤,眼中露出恐怖,她手中的罗盘代表王林的光点四周,所有的绿色光点全部熄灭。 那黑色也消失,茫茫半个海域只有那一个白点,在慢慢地移动,很快就消失无影。 此人是谁?为何掀起调查的强者中,没有她的存在? 沉默中,这女子银牙一咬。 全部绿抹为听命,穷丹海之内追杀此人,不能让此人离开,她抢走了万金化物业,必须要杀她取回。 这女子话语间喷出一口鲜血,那些鲜血自与她的言语明明融合,直接弃化,钻入其手中罗盘内。 在那血液消散的同时,这女子身旁所有的绿衣修饰,一个个急速迈步而去。 与此同时,这整个丹海内,此刻存在的所有绿魔舟修饰,一个个心神一震,脑海内回荡那女子的声音。 这声音能够传递如此范围,并非是这女子修为惊人,而是她通过其手中罗盘。 这罗盘不是房屋,而是这笼罩丹海的阵法禁制中枢。 王林神色平静,在这当海内缓步向前走去,她步伐不快,但每一次迈去,都是极远的范围,步步不停,速度越来越快。 这些人封印了这当海,虽说不知所谓何事,但只许人进,不许人出,显然是怕消息走漏出去。 前行中,王林双目光芒一闪。 右手抬起肩膀,立刻在她的掌心内,慢慢钻出了一个不大的小人。 这小人呢,是王林修炼魂眼道后凝聚出的一丝魂。 迈步行走间,王林的目光与那小人对望。 这小人身子一颤,低头跪在王林的掌心中,向着王林一颗头。 这头一碰到掌心皮肤,王林脑海顿时轰鸣,似正要推演出未来变化的一刹那。 突然,一股冥冥中传来的力量轰来,强行地阻断了王林的推演。 他双目一凝,声色更为凝重起来。 有人在干扰,并非是针对我,而是针对所有欲推演这里变化的神通之术。 王林掌心一握,其内小人融入其体内,消失不见。 此地,怕是将有大乱。 王林沉吟中啊,身子一晃,脚下波纹闪烁,刹那消失无影,缩地成寸而去。 在其离开不到时期,却见数千身影在这里幻化出来,那一个个身影穿着绿衣,在出现之后略一查探,再次消失。 至于王林,在接近天牛州的海域内,身影在波纹回荡中走出,其眉头皱起,身子并未离开海地,而是在海内抬头,目光似可穿透海面,看到外面昏暗的天空。 这里的禁止,使得缩地成寸,只能在这当海内移动,无法出去。 这禁止,倒也有些玄妙。 王林目录思索,他不怕禁止,这天地间的任何禁止,都难逃本源,且所见禁止越多,对于王林禁止本源的壮大,便越有好处。 若是他能吸收并炼化一座天地极为古老的禁止大阵,他的禁止本源将会立刻暴增。 这里的禁止,倒也可以炼化吸收,成为我禁止本源的一部分。 王林难难,他之前在那藏魂阁内,毕竟身为大魂门长老,实在不好去炼化,且那些禁止也并非如此玄妙,只是存在了强者的意志而已。 沉吟中啊,王林神色平静,右手抬起向旁猛的一挥,却见在王林右侧的大海中,立刻就有数十道火光在这海内燃烧。 在这火光出现的一顺,一声声惨叫回旋,海水卷洞中十多个绿衣修士身影幻缓,他们的身体此刻熊熊燃烧,散发出黑色的火焰。 这火焰就连海水也无法熄灭,这火焰是他们杀鸡引动的虚火,虚火神通,王林很少使用,这还是第一次在仙刚大陆施展。 但其威力,在其出其不意之下,却是极为强大,十多个修士转眼死亡。 他们修为不到第三步,只是追寻王林所在的先遣之人,根本就没有半点抵抗之力。 前行中,王林正打算冲出水面,去观察那笼罩整个当海的禁制阵法。 但就在这时,他突然神色一动,转头看向远处。 他们三个竟然在这里。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,改变方向,一步迈去。 轰鸣在这大海深处回荡,白虎喷出鲜血,带着朱雀与玄武,激速逃遁。 其身后那潜性修士,舔了舔嘴唇,眼中露出凶残。 哼,肉身还算强悍,若把你练成傀儡,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你们三个修为不俗,根据宗门的调查,你们迁移到这里仅仅几十年而已,无门无派,不如加入我无极宗,也可免去杀身之祸。 那面白如玉的青年,含笑开口,白虎面色苍白,一语不发,带着虚弱的似只剩下一口气的朱雀与玄武,疯狂地急迟逃遁。 但他的速度,即便再快,也无法与身后那两个修士拉开距离。 白虎,你三人应不是无名之辈,只是为何有关你三人的调查,却是在这当海前的无数年,一片空白呢? 那面白如玉的青年,悠悠说道,右手抬起,手中扇子向前一指,立刻一道清气从这青年扇子内出现,直接幻化作一尊清光闪烁的金甲仙人。 迈开大步,手中拿着一把金色大剑,吼声中向着白虎一剑斩下。 在那金剑落下的刹那,白虎猛地转身,咆哮中其身体外立刻浮现出一头猛虎虚影,直接与身体脱离,扑向那金甲仙人。 轰得一声,那仙人崩溃,但那白虎却是同样惨横中消散,白虎沾将身子一颤,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,连续退后数百丈外。 老子白虎战将,七道宗四大战将之一,行不更名做不改姓,你这小娃娃,可腾记住了。 白虎战将神色争论,他也不再讨论了,今日死结他已然明目,自己怕是很难度过。 既然要死,索性啊,死得堂堂正正。 朱雀战将,七道宗四大战将之一。 白虎身边的朱雀,嘴角溢出鲜血,盯着那青年,缓缓开口。 玄武战将。 还有呢,玄武啊,也是明白了这一次,三人怕是要捅死,反倒看淡了很多,暗探中啊,与白虎一样,不再闭口自己的身份。 七道宗? 天牛州有这个门派? 那面白如玉的青年,神色一动,想了半天,也想不起,在他们宗门的调查中,有七道宗这三个字。 七道宗? 他旁边的那个钱姓修士,在听到这个名字后,仔细地看了三人一眼。 我在宗门对天牛州的调查中,曾看到过这个名字,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宗派,宗主似乎叫什么七彩先尊,修为当年颇为不凡,不过如今,怕是早就死了。 听到七彩先尊这四个字,白虎三人沉默下了,神色弥漫了父子。 宗主虽死,但我七道宗内,还有一个人,此人若是走出,用不了多少年,必定阳明先刚。 白虎忽然开口,朱雀与玄武相互看了眼,点了点头。 阳明先刚?此时有趣,莫非你说的这个人,是那归宗的云一风,亦或者是那东周四大天骄不成? 哈哈哈哈,好笑好笑。 那面白如玉的青年,讥讽一笑,身子向前迈去,与那前性修士同时临近,就要展开沙发。 但就在他二人临近,白虎三人目录果断,要拼死一搏的刹那,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,在这四周如阴风吹过。 很好笑吗?这声音来得极为突兀,如与这海水融合后,骤然传出一般。 在话语回荡的同时,四周的海水立刻出现层层暗流,向着四周急速卷去。 在那暗流中啊,王林身子缓步走出,他神色平静,一身白衣在那海水内,似丝毫没有悲然,白发不受海水而动,垂在其间,冷冷地看着白虎身前的那两个绿魔舟修士。 王林? 嗯?白虎一愣啊,他身旁的朱雀与玄武,同样神色异呆,显然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遇到王林。 王林向着白虎三人点了点头,目光扫向那绿魔舟两个修士。 那前性修士眼中啊,杀鸡一闪,王林的到来并未让他感到忌惮。 但在他看来,王林的修为只是空灵巅峰,不足为患,只不过要注意的对方隐匿神通。 此人定擅长隐匿,否则的话,不可能在我没有察觉中,就轻易地出现在我面前。 前性修士冷笑,身子不但没有停顿,反而脉步中速度更快,化作长虹直蹦王林。 既然你们相识,那么今日就都留下吧,往全路上,你们也可以相互作伴。 与那前性修士相反的,是那面白如玉的青年。 他在王林来临的一刹那,双眼瞳孔猛的一缩,其身骤然一顿,不再向前,而是急速后退。 此人看似寻常,但他身上却是存在了浓浓的无形血腥。 他之前在这当海内,必定杀戮众多。 这面白如玉的青年呢,其所修功法,对于血腥极为敏感。 几乎就是在看到王林的瞬间,那股外人察觉不到,唯有他可以感受出的血腥, 轰然扑面而来,足以让他窒息。 此刻后退中了,他右手抬起,再一把遮住右目,只剩下一只左眼在外,其左眼内瞳孔诡异的旋转。 忽然间呢,在他左眼看去,王林的身体外,存在了数千凄厉的冤魂。 那些冤魂全部都是在这当海内,被他之前所杀的绿魔舟修饰。 再看到这一幕的刹那,这面白如玉的青年身子一颤,没有去通知同伴,而是身子展开全速,积极后退。 他与那前性修饰之间呢,这一前一退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哼,找死了。 王林冷笑,在那前性修饰来临的一场,右手抬起,向前一挥,却见黑气骤然从王林手中扩散,化作一声低吼咆哮,却是那以丝之魁,默然幻化而出。 在那雾气内,其腥红的舌头一甩,身子宁笑中带着残忍,直奔的来临的前性修饰。 这修饰修为不凡,但与以丝相比,却是如同天地。 在以丝出现的一瞬间呢,这前性修饰双眼猛的征荡,全部寒毛锁力。 一股生死危机如洪水落下,将其淹没。 在这一刻,他的身体诡异的扭曲,毫不犹豫的改变方向,急速倒退,与避开那以丝的冲击,就要逃顿而走。 各位听友,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鲜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更多精彩有声书,尽在喜马拉雅。